作詞 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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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蝴蝶照幾次的眼睛 才學會飛行 夜空灑滿了星星 當即刻會落地 我飛行 當你墜落至極 很靠近 還聽見呼吸 對不起 我卻沒穿進你 你不知道我為想把離開你 我堅持不能說放開你呼吸 你的淚滴像傾盆大雨 碎了滿地 在心裡清晰 你不知道我為什麼很相信 但現在你看不見得高過你 多的是 你不知道好好吃 我飛行 我飛行 但你墜落至極 你不知道我為什麼離開你 我堅持不能說放任你呼吸 你的淚滴 你的淚滴像傾盆大雨 你的淚滴像傾盆大雨 飛了滿地 在心裡清晰 你不知道我為什麼很相信 他現在你看不見得高過你 你多的是 你不知道不知道 他是 你還唔想到ää 你的淚滴像傾盆大雨 對桃滴像有冠狮 你不知道我再寂寞 你會靠你 еля人 我還要你 那樣 你還要你 好嗎 蝴蝶眨几次眼睛 才学会飞行 夜空洒满了星星 当几颗会落地 我飞行当你坠落至极 很靠近还听见呼吸 对不起我却没抓紧你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 你我坚持不能说放开 我哭泣你的泪滴 像轻盘大雨碎了满地 在心里清晰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很相信 但现在你看不见的高峰里 我的事你不知道何时 我飞行当你坠落至极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 我坚持不能说放开你 我坚持不能说放开你 你哭泣 你的泪滴像轻盘大雨 碎了满地 在心里 在心里清晰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很相信 但现在你看不见的高峰里 你葫芽 你不知道她是谁 你不知道她是谁 你不知道他谁 我为什么很相信 我谁却不见的高峰里 我爱你 你不知道她是谁 你不知道她是谁 这个角度真的是太难了 刚才大家所听的就是KEF的AC跟BMW的MM1 刚才我听了有一个星期 如果第一次你看到我AC的开箱的时候 你们相信都发现 怎么BMW的清晰度或者解析度 对声音的透视感比AC还要更好 然后这一星期我在测试当中 慢慢体悦当中 其实中音来讲KEF做的更平衡 但是从高音解析度来讲 BMW的MM1会更加的让人有惊喜 这样子说 其实这两个电脑喇叭的定价 都是差不多400多英镑 或者3000到4000人民币左右 因这个星期我测试了很多 以后发现原来有个很特别的 这两个不同 就是KEF的DAC没有BMW的MM1那么好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DAC 就是Digital Analog Converter 就是数码跟模拟信号的转换系 所以BMW的确是为什么在那么多 MM1在那么多年当中还是卖的那么贵 它的声音的确有它的味道 但是说这样子KEF的DAC不是没有BMW好吗 所以当我在听了整个星期的体验当中 我发现这两个喇叭的体验 或者给人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相信刚才你们听的时候 可能你们未必能够在网上面听得到 但是当你要追求一个高音很高 低音又很足的可能小喇叭 BMW MM1可能是你的首选 但是你希望有个综合的人声 或者比较舒服 高音不会太刺耳 低音又不会太浑浊 或者中音比较舒服的喇叭 KEF的EGG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KEF的EGG刚才你们所听的并不是用USB的接口 但是BMW它是用USB的接口 因为它里面的DAC有足够好 而我KEF的就需要用到 我们换回这相机就需要用到这一个 你看到这一个就是SML的外接的DAC 然后24K转换成 24K转换成数码 再用AUX输入去 那边去听 我会发现这样子 才把KEF的EGG的潜力给发挥出来 所以如果你比较倾向KEF的声音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要用它里面的解码 你需要有另外一个更好的解码 才能够把它的KEF的这喇叭的潜力给发挥出来 而蓝牙的声音还是可以 但是它的USB的声音的确在高音的解析度上 输给了BMW的MM1 所以你会发现BMW的MM1 现在很多人还喜欢到声音 但是我个人 或者这两个喇叭用个东西来比喻 如果你听BMW的MM1就好像是喝一个很浓的汤 就比如说很浓的广州的老火汤 你喝下去的时候很舒服 很多味道 很有滋味 而KEF的EGG就好像喝一杯清水 它可能就是散散流下来清水 它没有太多味道 但是它味道里面就是很自然 很柔和 不会给你太多的味道 就是很自然的声音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定价的喇叭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KEF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清淡一点的 就像你吃的清淡一点的 所以当你听回这声音后 你会看到我刚才你们看的时候 录制同样是RAW的NTR 配上我的Sennheiser的416 然后后面混音 用我的SoundDevice Premix3来去录制 然后声音当然也最后压缩了 放在网上给大家去体验 所以这两个喇叭的方向会不同 这两个喇叭体会会不同 所以当你去尝试去听这两个喇叭的时候 我哥 你要选择比较适合你口味的这两个喇叭 最后给大家听回 道湘 对 就是上一集你们所看的 然后就结束了 YES 我来听听看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你要选择得脆弱多多 心里打开就是看看多少人 为什么你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解析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到香河就继续奔跑 微微笑 那时候那么我知道 不要哭让萤火冲在这里逃跑 想见大哥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 追不到那么想法都能不就得了 为自己的人生鲜叶橙色 写了爱不上喜欢的颜色 想一个吧 都成了就不是目的 看自己快乐快乐就算叫做意义 后面的纸飞机 现在终于在我手里 所谓的感觉快乐 就叫在一天 对你接铁铁铁铁头累了 独占是一股ave铁铁铁铁铁掏 谁在偷想的 我靠近靠错人 吹着风 唱着歌 睡着了 我今天在宠里就并顶顶三在路上就不敢吹嘴 只希望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到香河的继续奔跑 微微笑 此事后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 让疑惑 冲带着你逃跑 向前的歌谣 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要太多的抱怨跌倒了 都不敢去说前走为什么 人要拽放的脆弱多多 心里大概就是看看多少人 为什么你在独立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解析意义气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岛山河都继续奔跑 微微笑 这时候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 让瘾火中的阵地逃跑 向前的歌谣 永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不要这么容易只想放弃就像我说的 追不到的梦想把歌谣不久的了 为自己的人生鲜叶橘色 写白 涂上喜欢的颜色 笑一个吧 涂成就不是目的 看自己快乐快乐就算叫做意义 浪漫的纸飞机现在就一等我手里 所谓的那快乐睡觉在天地被窃听 追到累了 浪漫水一共被迷惑给地囊爬了 谁在都想的 我靠着高层人追着风唱着歌 睡着了 我靠着靠近就不能起双 咱们打开去 我靠近一线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刀像和尾要继续奔跑 暉微笑 像时候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 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 向前的歌谣 用眼泪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